這個是什麼年代? 這個是做到老殘的年代 人人multi-tasking,工作依然做不完 即使回到家,一個Whatsapp,工作也會跌下來 工時太長會怎樣?答案是做到老殘 麥爾本大學三位科學家相信,適量工作可以提升老功能 過量就變得有害 為了證實這個假設 他們翻查由麥爾本大學由2001年開始所進行的長期調查 這項長期調查是為了研究澳洲人的就業、家庭結構、經濟、情緒等狀況 當中有三個項目是檢查受訪者的認知能力 科學家只是根據這些數據,研究工時長對認知能力的影響 第一項是bad digit span 研究人員會向受訪者展示一系列數字 受訪者就以倒序形式答出所有數字 最後得分越高,就表示短期記憶力愈好 另一個是SDM test 受訪者要在限時中將特定符號和數字配對 越多正確配對愈高分 是用來測試專注力和視覺掃描的能力 第三個就是NART25 受訪者要看著25個寸錯了的詞語 然後讀出正確的發音 而這個項目就是用來測試人的反應能力 科學家將三組數據整合 再對比受訪者的工作時數 發現工作時數超過每周25至30小時 三個測試的得分都開始下降 顯示認知能力受負面影響 認知能力受損更有可能引致失智症 後果十分嚴重 不過香港就未就標準工時濫發 大家的腦就要繼續捱了 對壓力可以測試 好